大家好 我是恒基事業地產主席 辦公室顧問及可持續發展的主觀 于靜寅 今年很開心第一次參加 AM730所舉辦的 ESG綠色發展及探中和大獎2024 很感謝AM730頒發 結出可持續企業大獎 給我們恒基事業地產有限公司 我們與我們的團隊也非常開心 得到這麼多位評判及外界對我們的肯定 在未來我們會繼續做好可持續發展的業務 在可持續發展方面 我們集團一直都自力運用創新思維 和智慧面對不同的挑戰 我們早在幾年前已經確立了 2030年可持續發展的願景 一個很清晰的策略 環繞四大支柱 環保為地球 創新為未來 關愛為人群 和誠心為社區 期望為建設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出一分力 在綠色建築方面 集團最近落成了的旗艦商業項目 DeHanderson 更加勇奪了中國智慧建築 預評價三星先鋒級的最高級別 DeHanderson除了是全國首個辦公室 獲得樹榮之外 更加首個評價項目 得到超過100分 不太厲害 證明我們多年來 在集團在可持續發展的建築方面 得到一個非常好的肯定 更加令我們的同事非常鼓舞 與其DeHanderson正式開幕的時候 我們集團會繼續獲得更多的獎 證明我們集團不斷運用尖端科技建築 和自己的綠色城市更加有決心 在推動創新方面 幫助一些年輕人更加做得更好 我們去年透過一個李兆基基金 全額贊助參與世界級科學勝會 就是香港桂冠論壇 這個論壇其實就包括邀請了很多 來自全球各國精英的科學家 和我們年輕科學家 大家互相交流 當中更加是得到一些有些是之前的諾貝爾獎的得獎者 為年輕科學家提供多些機會 讓他們互相交流的時候 從而得到多些啟發 以及激發他們對科研的成就 另外我們恆基事業地產有限公司 亦都非常支持香港當代藝術的發展 恆基地產我們都會舉辦 Handerson Art at Central的藝術活動 將會聯同10名的國際和本地藝術家 在旗下我們多個中環的地標建築 舉辦一連串的藝術活動 包括以中環新地標 DeHanderson為靈感的 聚光傳承到未來的展覽 另外位於中環新海濱三號的項目 亦都有一個非常漂亮的 全長220米的戶外藝術圍板 Realizing Central Cityscape 還有連同六間國際的畫廊 將會在我們中環藝術地標建築的Handerson上 舉行多場展覽 以及藝術和連在社區支持香港發展 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最後在社區方面 活動方面 亦都很支持政府的共創明天計劃 在兩位主席領導之下 我們都派出了集團 有90位導師 幫助年青人擴闊眼光 提升他們上游社會發展的機會 連同李家傑主席旗下的白人基金 更加有190名導師 總共集團加上白人基金 都有280個導師參與這個項目 與此同時為了舒緩社區 很多市民在等候公屋 我們集團亦都聯同政府 和非牟利機構 一起做了全香港第一個 過度性房屋 就是南昌220 亦都做了全香港最大的過度性房屋項目 和博愛一起合作 就是這個博愛江夏惠的項目 在元朗附近 另外未來幾年 我們預計集團都會有 另外一些過度性房屋項目 繼續幫助市民舒緩等候公屋的時間